欢迎收看十大新闻 我是吴承昊 首先来关系108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 5月1号在中正大学圆满落幕 本次赛会 十大选手一共夺得35金 36银43同佳击 在131所大学当中名列第四 而其中更有三人突破大会纪录 包括游泳项目的吴俊峰 以及田径赛事的谢席人和杨龙湘等人 而体操队依然是十大的主要奖牌库 今年一共进账13金13银7同 南瓜女子家族全能决赛前3名 男子遗嘱团团体也成功缔造7连霸 另外26岁体操女王麦留湘涵 本届也在用夺5面金牌 生涯在全大学一共进账31金 更是历史之最 再来看到2018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丁宁现身十大 5月2号在信坛社所举办的 爱洛生活节进行演讲 除了分享自己投身同志运动的理由外 也表示自己对于性贫教育的支持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当天的活动现场吧 你认为爱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八届爱洛生活节 请来金马影后丁宁和同学分享 他的自身经验与看法 大家都要知道爱本身就是一场学习 你可遇到这个人 你有一个学习 你要记得关系就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学习 此外丁宁透过有趣与真诚的访谈方式 来回答每位同学对爱与情义间的疑问 每个人对对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像每一个喝水对温度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但对的你只要打算公式 另外演讲的过程中 玲玲不断的提到勇气 还有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先爱自己 才能够去完整的爱其他人 他也不断的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勉励每一个人 温水你的心 你才会走到你的鼻 校园记者胡若水 廖宇云采访报道 世大艺术节系列活动艺术之夜 本次主题为AERO404 5月3号在综合大楼210厅揭开序幕 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外 参加场边的互动小游戏 就能赚取代币并在互动最后进行竞标 而最大奖还能报回高达上万元的底片相机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世大最特别的之夜 艺术之夜 艺术之夜于5月3日 是在综合大楼2楼210厅展开 本次主题为AERO404 厂内众多精致装饰 是由这些学生从下午开始布置 那我们厂布的时间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左右 那我觉得里面最困难最麻烦的部分就是灯光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给大家的是视觉型的享受 所以就是在灯光的部分也要特别买灯光设置去调和 然后营造出比较迷幻然后粉红粉纸粉蓝的那种感觉 一开始由音乐表演开场 活动最有趣的部分即是互动小游戏 校园记者杜顺文采访报导 同一时间十大地世界阿博乐杯歌唱比赛 也在5月3号盛大展开 而今年不但参赛者高手云集 评审阵容也十分强大 特别邀请河岸留言创办人林振卢 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 以及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 而究竟谁才是今年的十大好声音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当日的精彩画面吧 第十届阿博乐杯歌唱比赛于5月3日晚间盛大展开 此次活动由音乐学院主办公教系承判 此活动汇集了全台各地的大学好声音 今晚在师大叫警 这次邀请到河岸留言创办人林振卢 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 董事长乐团吉他首尖主唱吴永吉 来担任评审 来自高雄高院科技大学的林佩奇 荣获独唱组第一名 而她也是最佳人气奖的得主 她表示 现在唱台语歌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正常的事了 所以她带来这首台语歌 就是想把感动也带过来 阿伯勒碑已迈入第十年 胡永吉老师给予这场音乐盛会高度肯定 我听过后来不过有两届 我看了整个大家的水准都提升了 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我常常会去一些校园去评 我觉得这个是水准很高的比赛 大家说别人心 是想要还是要人 大家说没关系 在不女关系就要人 她说谁给你 要去就去 她刚才是世人 你还帮我会赶出去 那你准备赶出去 校园记者 老陈书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十大新闻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